记者林金化台北报道,因应每年夏天尖锋用电,台电供电斤斤气叫,全力发电,持续走入秋冬后,机组则面临碎修高峰期,台电电力修护处需要细细检查各项零件,确保机组没问题,再上工。 另外,台电也成立叶片在深工厂,靠着自行研究,相关成本可省下二分之一。 台电大型机组从5月20日之后,必须停止碎修,以因应夏季尖锋用电,因此10月进入秋冬后,机组需要好好休息检查。 台电表示,占群台供电系统11%的大潭电厂,近日有两部机组轮番维修,1号机进行系统性大修,5号机气涡轮机也定期检查。 大潭电厂说明,碎修会依据机组运转的时数,进行不同等级修护工作。 台电举例,碎修时需将转此,叶片这些带温超过1000度的零件依依解除,相加检查。 因为叶片属金属材质,高温会造成结构改变,进而影响运转效率,严重还可能造成损坏。 大潭电厂厂长郭天和笑称,叶片修如同冰式车的价格,每片要价上百万元,估算光11根钻子,造价于10亿元。 因此,台电修户处10年前也成立叶片再生工厂,从95到105年共自行生产17364片叶片。 如果以大潭一号机估算,台电共省下近1亿元经费。 台电指出,卸下的叶片会经过X光检查,确认损坏处,并以撼补方式为。 修,让叶片恢复应有强度,再送回电厂回装,避免叶片金属结构破坏,影响机组运转。